歡迎回到吳董談大選 大選看吳董 2020台灣選個好總統 我是RJ 我們今天還是歡迎我們的主獎人 吳指甲董事長 大家好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董事長 這個週末到處都在下大雨 哇這個大雨的政治學 嚇死人的政治學 大雨政治學 災害政治學 都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 不過我們先看到今天的第一個主題 這個國安局在幹代購 代購9200條香菸進口 9800條 就海關節盤點結果是9800條 對9800條 總之說那個刷卡就刷了20萬美金 對對刷20萬美金 哇那個香菸 不過總統這個事情匪夷所思 怎麼有人有辦法用這樣子 買這種免稅品的方式 結果跟著總統出訪一起進來 欸這個是很天才 這怎麼有人想得到可以這樣子幹 這個幹法一定不是今天開始吧 這個是有 從有人類以來就會發明這種事情 董事長又在突破盲場 不是 看到所有的國王皇帝或是皇后旁邊 都有太監嘛 是 對不對 有侍衛嘛 然後宮女嘛 然後貪污嘛 這個事情從有人類以來就一直開始這樣子 而且這個現象 就是一個末日王朝現象 這個民進黨這個政府啊 要跨倒掉了嘛 要斑斑就這樣 這個你想想這個匪夷所思啊 是 第一個事情就是說 幹這個事情的人 他絕對不是一個人幹 是 一定是一票嘛 對 因為你看到沒有 他總共是用五部 五部車子 五部車子 三點五噸的卡車 對 然後呢他要到停機坪 對 把這個貨品帶出來 對 那那個貨 九千八百條香菸 原來放哪裡 放 放在華善空廚的 就是放在華航的那個 他購買 多吃的那個 他購買免稅品的這個佔存區嘛 對的倉庫 等到他那個是要剛剛好 十二點二十分飛機降落 是 他十二點二十分把貨拉出來 對 就變成搭配總統的物件 一起變成一個國安的 免驗的一個車隊 對 然後一起出去 結果被調查局 在中間把它攔截下來 然後國安團隊 還有兩個人壓隊喔 兩個人壓這五部車喔 因為要領這個貨品的人 要國安局去領啊 那國安局領才領得出來啊 是 這個領出來的時候 兩個人去領 這兩個人呢 還跟調查局吵架 你不看這總統的車 你是頭上派去的 我這是老大耶 這是山下的人去幹山上的嘛 因為 基本上國安局是指揮調查局 喔 我們台灣的這個情治單位喔 是最後國安局總旗程 指揮所有的軍情局 調查局警證書 還有一些我們不知名的喔 不知道什麼情治單位 全部為國安局總指揮 結果現在是由下級單位 去抓上級單位 然後一逮就逮到了 然後9800條香菸 就這麼多 來我們請導播幫我們開個窗喔 這個資料是來自 這個立法委員黃國昌啦 對 那裡面有講到喔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喔 這個 我不抽菸 我不太懂這個 也是什麼東西 導播可以幫我們開個窗嗎 這個 董事長你也不抽菸啊 那你不知道 我只看得懂什麼David Dove 對 這個問題喔 我們講個基本概念啊 這個東西就是 他總共逃稅的稅款喔 大概一千萬出頭喔 對 一千一百 因為一包菸大概要逃稅的話 可以五十九塊多的台幣 所以他整個 現在不只 九千八百條可能更多 可能一千一百萬左右 可是他不可能一個人賺一千八 一千一百萬嘛 那不可能嘛 是 所以他這個事件 你看 他拿到了九千八百條香菸 他不可能拿到菸以後 放到總統府的倉庫 然後再來慢慢去 來發貨 不可能嘛 是 也不可能放到國安局倉庫 所以他這九千八百條的菸 從拉出來開始 應該就有下手 在等了嘛 是 那等了就是交貨嘛 是 所以他基本上你剛剛講的是對的 是 這個叫做吳宗憲 吳宗憲是不是真的名字 你不知道 可能是代號 可能是化名 因為他不會用真名嘛 國安局不可能把真名去告訴華航 是 我好多五指家 我來走私香菸 他不會幹這個嘛 對不對 他一定是一個化名 所以這個名字可能也假的 但是最後是誰刷卡 誰搞這個事情呢 一定是有 他們是一個集團 是 這個集團 而且還有兩個人押韻 你想想看 這沒有整天的怎麼有法 而且 你公務員一下 拿二十萬美金出來 我也覺得 我也很 覺得保留 刷卡耶 董長你看 刷卡刷二十萬八千三百五十塊 對啊 一般的刷卡 這個要無限卡才有辦法刷 一般人哪有辦法刷二十萬美金 六百多萬 開玩笑 你不要打電話 打電話到銀行去申請額度的 是 那麼簡單 除非要郭台銘這種 或是大有錢人 因為我很少用信用卡 我不太知道這種事情 但是我現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他這個事情 幹這個事情 總共的稅款是一千多萬 對不對 對 但不可能是賺一千多萬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 逃稅的人 他中間還有利潤剝削 他有層層的剝削 對 所以到他們手上 進收入的款項 我覺得說 最多兩三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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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三百萬 因為中間要給人家分 因為那個 煙走私有私消 有專業人士在走私 我聽說我們台灣 在鄉下 就要辦桌 鄉下在辦桌 什麼粉飲 屏東的 整個的辦桌 到底吃的洋煙 用洋煙進口粉 通通是免稅品 哈哈哈哈 這個喔 因為從台灣開始 調葬煙捐以後 那個走私就開始很猖狂 因為本來你想想看 這麼隨便一票 就可以幹一千多萬 這個誰不幹呢 對不對 人無橫財不富 馬無業料不肥啊 這個本來就會有人幹 而這個走私 已經不是今天走私了 他這個走私香煙啊 是從煙捐調高以後 出現的利潤才有去走私 那總統的護衛 國安局走私 我相信是早 早就開始幹了 我記得陳水扁以前的時候 他出國的時候 他也有很多奇奇怪怪事情 傳出來嘛 對不對 然後有很多人就跟著走國安通道 等等 我也曾經啊 我也曾經從 跟某些立法委員一起 剛好碰到一起出國回來 那也有人跟他揪說 你要來走那條 因為我們出來是走右邊出關嘛 對 你要走左邊 我就知道那個走禮遇通道嘛 我沒有你做這個啦 我不搞這一套的 你知道嗎 我以前跟邱夫生出國 我們兩個人出國 很多看到媒體人 都對我們很禮遇嘛 對 然後我們不要搞這一套 我們乖乖去排隊啦 要不要大買對不對 我跟你去搞那個 那個偷雞摸狗 沾個小便宜喔 我必須說 對不對 我不幹這種事情了啦 更何況香煙這種事情不要談 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可是這個問題是說 一兩百萬兩三百萬 還要有兩個人壓隊 對 還有大家一起來分 這沒多少錢嘛 是 講講到八 這個最後沒有多少錢可以分到 一個人分個三五十萬了不起啦 他是個公務員耶 他是個公務員貪污 是最可怕的問題你知道嗎 公務員貪污 尤其是這種中央級的公務員喔 簡直不可思議的事情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今天一看到就知道 這個長久 這個長期這樣子搞的 為什麼 他要考進去當公務員 他國安局的幹員有兩個來源 一個就是軍方徵求 一個是國安特考 他這個國安特考考試的 跟高考一樣考 很難考的啊 沒那麼簡單啊 還有他退休金耶 他幹了上校以後退休金連18% 他一次全退的話 也快將近一千萬耶 不要開玩笑很多錢啦 他幹了上校 他們會幹中生意的嘛 對 他幹了50歲退休 上校退休的話 他很多錢啦 不是 國安局的錢是很多 他還憑他的家旗一大堆 一個人拼這個 他拼這個幹什麼 他一個人分幾十萬 他為什麼要拼這個 這為什麼 我告訴你 這有樣學樣嘛 沒有樣子 自己想嘛 是 就自己發明了 那這個公務員 軍人 特勤人員貪污 就我剛剛講的 成本很高很高耶 他犯法 犯法這個 他的官啊 他要去犯罪 要去官的你知道嗎 因為他在官的那個徒刑 會比別人重很多 他是特勤人員 開什麼玩笑 然後連特勤人員都敢貪污 而且貪這種小地方 走私 總統一年才 還好我們這個總統 比較吃出國啦 常常出國 他的機會比較多一點啦 是 他又碰到這種 像侯友宜這種 人家不出國了 你昏倒啦 侯友宜他不出國了 出國要怎麼樣 沒意思 我照我管民比較好 照我市民比較好 有的人不喜歡出國啊 就像馬英九這種人 他對這種小國 沒什麼很大興趣嘛 對 搞那個小國幹什麼呢 那我們這個民進黨政府 特別愛出國 阿扁也一天到晚要出國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變成 肉歸已經成習慣了 所以務必符合後重生 這現象非常非常嚴重 那當然今天看到國安局局長下台 我們現在不是一天到晚講 紅色滲透嗎 是 紅色滲透誰要保護我們啦 最高機構就國安局吧 是 民進黨只有羅文家會吵架而已 有個屁用 真的能動手去控制 去擋住紅媒 擋住紅色 擋住解放軍 擋住共匪匪諜 就是國安局啊 這個國安局貪污 然後走私 他不是貪污喔 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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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私香菸 這個是全世界匪夷所思啊 我上次有看到一個 好像川普的那個特勤 去嫖氣被抓到 白嫖 沒給錢 沒給錢 那我們這個還比較高級一點 是 我們起碼那個 20萬美金刷卡 付現金付掉了 是 那還好我們國安局可以安危一點 快點上新聞去看一下 川普的特勤去白嫖 嫖氣不給錢 好 台灣的訓練的品質 比川普的護衛稍微高一點 這還是讓人欣慰一點 但是我要講的這個現象 叫什麼現象 叫末日現象 嗯 這個朝廷要垮了 嗯 因為大關大 大關大攤 小關小攤嘛 嗯 那攤不當 沒有當官就幹什麼 沒有當官就偷啊 就搶啊 就來啊 就搞這個東西啊 而且今天更雖然是什麼事 你知道嗎 哎呀 今天蔡英文撿到槍耶 對 香港剛好在元朗 用白衣人 香港不知道是 我們現在不確定啦 是 反正就是有這個港警 香港警察 縱容白色的 穿白色衣服的人 去打這個 抗議的民眾 抗議反送中的民眾 然後打到45個受傷 一個人好像 病危 病危 非常嚴重 那羅文嘉高興死了 民進黨開始大舉的 所有的網 各種的批判新聞 全部一起來啊 那蔡英文撿到槍了嘛 那剛剛撿到槍 還沒有半天 結果給你搞個特勤去走 變成失銷 去走私 然後國安局局長下台 然後他的那個 什麼那個 護衛隊那個那個那個 他的那個那個 世衛 世從官啊 總統世從官也下台 這笑死人的事情發生了嘛 所以白白浪費了這一個 香港撿到槍的這個新聞啊 是 蔡英文本來撿到 哇這大壇啦 你知道嗎 結果搞得做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你知道吧 這個螺絲喔 走就離了啦 螺絲早就鬆了 我們也都知道 我也都知道 這樣很簡單又要談了嘛 就陳菊的秘書趙家寶 公然所會貪污 被然後判刑 然後能夠招樓逃亡五年 抓不到 那這種人現在 當主門府秘書長 坐在那邊 大搖大擺的 我現在韓國瑜準備 停止愛與包容 要開始幹他了 是 那你看到後面就是事情發生嘛 所以這個政府裡面 我剛剛講的風氣是很壞的 風氣非常非常壞 然後只要 而且民生越好的首長喔 背後越複雜 尤其是講難聽點 某派系嘛 某派系嘛 這種是一大堆嘛 然後我們今天也傳出來嘛 今天也傳出來 看到林佳龍的這個資產登記 將近三億嘛 林佳龍當時有三億我嚇一跳耶 我很簡單就跟大家講一個事情嘛 他花不花了多少億 花了幾十億 對 花了百億還幾十億 百億嘛 他給一個媒體 電視媒體四億八千萬嘛 很簡單嘛 就是講難聽是 講難聽是公關費嘛 那講好聽就是服務費嘛 所以去年在花博在競標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敢去批判台中嘛 那台中的案子沒有人敢批判嘛 而我們盧秀燕也是愛與包容 他不打弊案 是 我告訴林佳龍好消息 盧秀燕不打弊案 是 他放棄打弊案 我在思想 這把弄下去一定有空頭的嘛 那林佳龍的披露更多嘛 林佳龍在當市長的時候 他在選舉花了那麼多錢 搞了花博下去 最後輸了二十萬票 你以為是民間看到要輸二十萬票 這個結論嘛 不是的 他一定有個原因在那邊 那個原因 就跟這個高雄的原因一模一樣 高雄為什麼會輸十幾萬票 就是陳菊 那林佳龍為什麼輸 就自己爬掉了嘛 自己是怎麼爬掉 當然是跟貪腐有關嘛 民進黨政府從這個 以小觀大 從這個小事情 連他旗下的公務員都敢貪污了 而且中央局公務員 而且是總統的護衛 有這種護衛 請問你他能保護我們總統嗎 總統的安全 他能夠保護嗎 真的中共來一個斬首行動 這種獲赦 他只敢 他在想他的香菸放哪裡啊 是 哪有時間給你保護總統 我在 高情結婚 放在哪一個窗戶 還沒被冠出這樣 是不是 港幣來了 港幣來了 跟他屁事 這種獲赦 這種國家 這種政府 然後這種蔡英文總統 這種的總統府 這個是其來有之 我跟各位觀眾說明 這個不是一件小事情 這個是長久的機避難返 這個綠色政府已經要垮台了 當然我們家裡面會談到 藍色的韓國瑜 那個更讓人家發狂的另外一個故事 是 董事長你剛剛真的講得很貼切 你說古時候有太監 各位觀眾 古時候的朝廷有太監 現在的綠色朝廷有無中線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